店內老闆已經做好餐點 等著外送員來取餐 但沒想到取走餐點後 卻收到這豐昧 外送平台寄信寫下 店家接單前已被消費者取消 因此不會入帳 但店家指控是 確認有接到單才製作餐點 想要求償打過去卻都無人回應 客服說我們說 這筆一定單是在 我們還沒做完之前 就被客人取消掉 可是問題是我們真的 有完完全全有出穿出去 外送員也有來拿 可是他們就說是系統的問題 事發就在新竹湖口的這間早餐店 店家強調 雖然這筆外送單只有150元 但同樣的狀況 已經發生至少五次以上 每次都求償無門 但外送平台也回應 查詢訂單編號後 認為這件事情是店家理解錯誤 內部查出消費者 在一分鐘內下了兩筆相同訂單 第一單在店家接單前 就已經取消第二單為成功訂單 強調平台有正常付款 其實現在很多店家都有用外送平台 雙方溝通管道不順暢 也讓這樣的糾紛三不五時就會發生 三十元張哈一問了臉新竹採訪報導 雙方溝通管道不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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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溝通管道不順暢